那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风筝 和屋里没有风 风筝怎么会飞起来了 博士对风筝进行了改造 现在就算没有风 它照样能飞起来 哇 真酷呀 不止这样 它还可以自动收起来 脚 厉害吧 是水灵灵找我了 木头吞 基地的灯泡坏了 麻烦你帮忙修一下 好 我这就过去 木头吞 你的风筝借我玩玩呗 好吧 不过别弄坏了 没风也能飞 这可比金木好玩多了 哇哦 哦 亂翠高飞吧 我是翱翔的熊called 哦 嗯 哦 沒錯 嗯 卡住了 哦 哦 嗯 哦 没有 把风筝先弄断了 让木 preservation知道了 一定会骂我的 哦 赶紧收起来 别让它发现 好了 那不是呼叫了 我们赶紧叫大家集合吧 土豆豆快一点 就差你一个了 木炭钻 风筝还你 土豆豆 玩这么久才回来 不会把风筝弄坏了吧 当然没有 风筝一点睡都没有 我跟你开玩笑的了 亲爱的五星蚂蚁 代表诚信的信系小灵珠 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上出现了 女神像是1886年 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 为了纪念美国取得独立一百周年 所以说它是自由的象征 好 五星蚂蚁们为梦想出发 看快到了 在那 想拿小灵珠 本天才可不答应 又是那两家伙 大家坐好 我们要超过他们 加速啊 别让它超过我们 快 方小小 你来驾驶飞蝶 我去教训他们 我懂的 老大 看招 小心 雷珍就要攻击了 让我来 五星召唤 打开吧 智慧的指引 泡泡仙子 水晶盾 雷霆一击 两击 三击 看你能顶多久 前旋雷波 命中目标 耶 成功了 耶 风小小 你不是在驾驶飞船的吗 对呀 风小小 你个蠢包子 老大 先别生气 我发现小灵珠了 就在上面 待会儿再跟你算账 快去拿小灵珠 大家快看 他们要去拿小灵珠了 找他们抢先一步了 我们没带飞行工具 怎么过去啊 我想起来了 我有飞行工具 用这个风筝 将我绑在上面 就能飞过去了 这个主意不错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博士的发明 总是不靠谱 文性断了 怎么办 不会的 这个风筝 我玩过很多次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了 就这么定吧 怎么办 要把我弄在风筝线的事 说出来吗 不行 他们肯定会骂我的 可是 我都对我有危险 出镜 等等 几盘飞上来 打掉它 风筝红 风 糟了 木吞吞有危险 蠢蠢 你光啥 你太小看木吞吞了 就是 这点小风 可是 可是 你好 我实在忍不住要说了 我之前骗了木吞吞 其实 那个风筝线 被我弄断过 再飞下去 会很危险的 怎么会这样 真是不安逸 走 我们拿小灵珠去 怎么办 木吞吞变成了 断线的风筝 迟早会摔下去的 我们得帮木吞吞 土豆豆 用黏土生绑住我 扔我上去 好 我明白了 五行召唤 减亮吧 诚信的光芒 大地 不肯定帮助 嗯 不肯定 不肯定 林小唐 虚湖 幸运 稍 真,"老鸡 大家一起用力 竟然还敢回来 雷电连魂机 科目 竟然全打空了 那个工程老绕弯 你的雷电是直的 当然打不到 好像有点道理啊 那就是C招 革新闪电 小灵珠被打掉了 谢谢了 雷震震 猪熟的椰子被走了 疯狐都拿来 我要把你们全都吹飞 不 不要呀 老大 你不会用这个 危险 这下层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雷震震 我之前对你说了谎 你不会怪我吧 嗯 要不是你的黏土绳 我早就被风吹走了 我该感谢你才对 我们是一个团体 同伴之间要学会坦白信任 嗯 以后我一定做个城市的蚂蚁 我们回去再重新做一个风筝吧 好了 可恶 又被他们拿到了一颗信息小灵珠 吃吃吃 我替你烤一烤吧 老大 你烤过了 嗯 身为战士 每天都要持之以恒地锻炼 哈哈哈哈 真好笑 金童童 你最喜欢的漫画又出新的了 我来一起看吧 一直要坚定 不能动摇 不 我不看 大家快来品尝 我刚做的曲奇饼 哇 好香啊 哇 金童童 你也来尝尝吧 要经得住诱惑 这是对我的考验 不 我不吃 啊 时间快到了 坚持就是胜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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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训练还是不够 嗯 嗯 嗯 你干嘛那么叫这 就差最后一点点 最后关头是魔灵意志的关键 我要重新再来一遍 这是服了你了 伙伴们 博士有小灵珠的消息了 赶紧聚合吧 哦 明天再练吧 代表诚信的信系小灵珠出现在秘鲁 失落的印加帝国马丘比丘 这座古城的遗址位于高山的山极上 曾经辉煌一时的印加帝国 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 帝国究竟是如何消失的 如今仍旧是个谜 据我侦查 小灵珠就在古城的地底下 我已经找到一条隐秘的通道 在山极的另一边 你们出发吧 看来那里隐藏着不少的秘密 自己的冒险就要开始了 为梦想出发 我可不喜欢冒险 那里就是马丘比丘了 破败的古城充满了神秘人 太先开始了 好紧张呀 走吧 等等我 这条通道 似乎很久没有人进来过 听说可怕的大黑熊 最喜欢藏在山洞里 兔兔兔 你可别像我 上面好像有些奇怪的文字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用我的超能板来翻一下 试炼之路 只有一直坚定的人才能通 原来这是一个考验呀 好像有东西要进来了 难道是大黑熊 我们有那么可怕吗 敢把你们给吓到 原来是你们俩呀 鬼鬼祟祟 跟在我们后面干嘛 马丘比丘是风景名胜 我们来这里旅游不可以吗 明明是来抢小灵珠的 我刚才已经听到了 这条是试炼之路 凭什么我们没资格参加挑战呢 谁通过口验就能拿到小灵珠 这很公平 怎么办 别管他们了 只要咱们能通过就行 走吧 跟上 什么味道 香香的 我都快流口水了 大家别分心 继续前进 救命啊 是土豆豆和风小小的声音 他们在这儿 这颗植物 散发出浓烈的食物香味 怪不得他们会上当 我来救你们 五星召唤 零星吧 爱吃的呼唤 神木战神 你 神木战神 神木战神 把他通错了 你 知店 你看这里 我和水灵命先带他们出去治疗 放心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两个吃货 这点诱惑得惊生不住 我们继续走吧 这些是 好多金币呀 又是奇怪的文字 恭喜通过第二关 你可以拿走一枚金币作为奖励 傻瓜才只拿一枚呢 我要全部拿回去 把我的雷鸣机甲打造成黄金机甲 黄金机甲 听起来不错 我也多代谢 五星召唤 燃烧吧 美丽的焰火 烈焰金刚 不能太贪心 就拿这一枚好了 这次只是板子而归了 前面没路了 不好 退路被截断了 怎么多了三个石顶 又是这些奇怪的文字 这是机关 实际在向我们压过来呢 这样下去 我们会被压扁的 等等 我来看看上面说什么 上面说 想要脱血 必须将身上所有金币放回顶内 原来是这样 雷鸣鸣鸣 你也快点照做 这 算了 我只拿了这一块 我们这算是通过了吗 不知道 火葱葱葱他们怎么样了 下次加灵都一定是本天才的 火葱葱你没事吧 龙蛋 我失败了 金彤彤怎么还没出来 这里难道是印加帝国的圣剑 小雷鸣果然在这儿 金彤彤你终于出来了 我已经通过试炼 拿到小零珠了 为什么你能通过 我却被弹了出来 通关的关键应该是那枚金币 你们带的金币太多 倒入石顶动了机关 看来火葱葱葱葱你太贪心 如果只带一枚金币 那肯定能通过 你还不是一样 一开始一直就不坚定 进不住美食的诱惑 就被踢出局了 这次这是个意外 下次我一定会胜利的 你听到了吗 放消假路 还有几时要吃啊